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首先要多謝大家的關心和慰問 上星期我病了 發燒發了整個星期 所以搞到節目也做不到 現在見精神回復了 所以可以繼續錄節目 這節要講的是 拜登家族的電郵門事件 可以說是越揭越臭 昨天大家應該知道 主流媒體是沒有報的 在網上有人說 就是 拜登的兒子亨特的 不雅視頻和照片 被人揚出來 那些照片 和視頻的赤道 完全超越了一般人的道德底線 所謂零被人知道 又莫被人見 那些行為 一般市民都會做 但是就不會那麼得意 拿攝影機去拍攝 或者自拍 而且 這個亨特所做的行為 就不是一般人做的那麼簡單 又涉及到毒品 然後 又被人指控 涉嫌 跟一些未成年的少女 乾犯一些惡行 是不是 所以呢 這個家族簡直就是腐敗到極 這個不是我說的 特朗普也是這樣說的 就說拜登家族就是一個腐敗家族 好了 那些視頻 那些照片 就被人揚了出來 而最壞的就是 有一個白宮的記者 叫做 李昂 他踢包 原來其中一個未成年少女的身份 就是這個亨特的侄女 那些是 亨特本來有個大佬 拜登的長子 就叫做博恩 博恩早幾年就已經 已經死了 之前有些媒體都已經揭發過了 就說 這個博恩的遺傷 就是那個老婆 又被這個亨特 似乎是動過了 就是被人指控他 好了 現在不單止是動他老婆 就是動他大嫂 現在有一個白宮記者 李昂就走出來說 說認得出 其中一個這些電郵門裡頭的 未成年少女的主角 就叫做羅塔麗 就是博恩的女兒 那這個指控是不是熟實 當然 就不能夠只聽一面支持 自敗一件事 整個拜登家族 除了口口出來 否認之外 就沒有說過了 那些相片事實上 就是你這個亨特 沒有可以騙 連那條氣派都被人拍出來 沒得說了 沒有理由說別人移花節目 連影片也有了,沒有話好說 就是你來的 但你現在就不出來說話了 先頭在總統大選辯論當中 一味就否認電郵門所有指控 說那些電郵是假的,一會又說是俄羅斯搞出來的 那這些照片、這些視頻 不是俄羅斯總統普京用槍指著你來錄的 你自己貪得意就是自拍的,很明顯很多都是 好了,現在證據確鑽鐵證如山了 又不說話了 那到底那些是何許人來呢? 是不是? 你說不是,你出來否認 還有告訴別人那個是誰 那個男的肯定是亨特來的,不用說 那些女的是誰? 又不說 好了,現在還被人揭發了另一張照片 顯示出那張信用卡就是奧巴馬的女兒的 信用卡就沒事了 但是就拿那張信用卡來戒那些 毒品那些叫做可樂英 那又難免令人聯想和質疑 究竟奧巴馬家族是否是牽涉到 在拜登家族涉嫌貪腐這個問題上呢? 其實特朗普在總統大選辯論當中也有質疑過 電郵門其中一封重要的電郵 牽涉到其中一家公司的股權分佈 有一個叫做壁街 大人物可以分百分之十 特朗普都捉著拜登來問 到底那個大人物是不是你 另外一個叫做歐 其中有一個說法就是歐 歐其實就是奧巴馬 歐巴馬的名字第一個字 那現在看來 看來呢 似乎就真是空月來風 未必無因了 因為連你奧巴馬的女兒那張信用卡 都可以落得在亨特手上 然後拿來做一些不法行為 那這些又怎樣解釋呢? 好了 到底拜登接下來這個禮拜 最後進入大直路 那個行程會是怎樣呢? 哦 原來拜登也不再拉票了 也不會安排任何親身出席的活動 那當然啊 拜登這種消極的行為 就跟特朗普 形成了一個極度強烈的對比 臨近總統大選的日子 11月3號 終然今屆有很多人 進行了郵寄投票 以及提前投票也好 喂 還有很多選民 是留在11月3號去票站投的嘛 那些都是選民來的 一天的選舉還未完 都不能夠是這麼消極的 哦 為了避免避開那些記者的質詢 哦 索性的票都不拉了 啊 那可以完全答關於電郵門的事情 之前呢 可以阻賴又賴 一時有賴外國勢力啊 俄羅斯啊 什麼都被你賴了 有伊朗啊 這樣 現在沒有賴了 明是你的兒子 哦 一被人爆了那些照片 視頻 就索性歸縮了 喂 這些人有沒有擔當啊 大哥 啊 你絕對可以跟這個亨特決稱關係 又可以 或者你大方得體回應又可以 你沒有理由這樣歸縮的 完全在最後這個禮拜 票都不拉 他都不知什麼人來的 喂 特朗普就繼續馬不停蹄 去到各個搖擺州的樹呢 是來到去出席那些做勢大會 選舉活動 來到去吹票 你這個拜登呢 不知道是不是當自己夠票了 啊 贏了 所以就不去了 那實情呢 這個電郵門對於選情的影響 絕對是有響度的 雖然呢 美國的主流媒體 絕大部分都不報導這個電郵門裡面的 長情 甚至乎呢 到了那些不雅視頻 照片 流出了之後呢 很多報紙都沒有賣的 啊 就算賣都是 極少數的那些小報 所謂 或者英國有些小報 每日郵報 那些有燈的 但是大部分那些主流媒體 那些是不燈的 啊 就算燈都是幫這個拜登去說行 幫他去投資抹粉的 好了 但是現在進入到互聯網的世代 始終來說呢 有很多人都會上網來去 去自行尋找資訊的 啊 啊 你越封他不讓他看呢 那些人呢 就越要找來看的 尤其是這些這麼八卦 這麼juicy的東西呢 啊 那些人一定會喜歡看 好了 那些人一看完之後 你就不要報了 你不報 但是已經在人家的心目中裡面 是奠定了影響的了 當然 對於兩黨各自的核心支持者來說 啊 話說你電郵門也好 什麼門也好 都動搖不到他半分的了 但是對於那些中間郵離選民來說 就很重要了 尤其是在搖擺州那裡 啊 只要動搖到 百分之五至十的人的信心 啊 那就可以扭轉了整個選情了 現在呢 似乎正正就是有這個傾向了 因為呢 在很多的搖擺州份當中 啊 那當然啦 郵寄選票方面呢 民主黨那些的支持者呢 就是領先很多的 因為他們傾向說 郵寄投票是沒有問題嘛 但是特朗普就質疑 郵寄投票是很容易 造成舞弊的 那所以呢 共和黨的支持者 就是傾向呢 不是郵寄投票 而是提前親身去到票站投票 就是共和黨支持者佔多的 但是啊 郵寄投票和提前親身去到票站投票 兩部分加起來呢 都仍然是民主黨的支持者佔優的 但是問題就來了 如果在十一月三號大選之前 民主黨不能夠在這些搖擺州份裏頭 是擴大那個領先幅度的優勢的話呢 那就很可能會在當日 被特朗普的支持者的票呢 是蓋過了的了 因為呢 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呢 第一對特朗普所說的話呢 就是非常地尊重的 說明呢 是十一月三號才去票站投呢 就是那天才投的了 因為那天呢 能夠被舞弊的機會呢 就是最低 哈 第二 就是有更多的特朗普支持者 他根本上是會隱藏著自己的身份 隱藏著自己的投票意向 甚至乎他們當中 很多人都不夠膽很高調地支持特朗普的 因為怕著在社區裏頭被人打嘛 哈 所以這班人就會在十一月三號 一窩蜂地湧去投票了 而在十一月三號之前 如果民主黨在那些搖擺州份所領先的幅度 仍然都在責幅上落的話呢 哈 很容易就被特朗普這些支持者 在當日就會蓋過了 那些票數 啊 所以你說這些電郵門事件 對於選情有沒有實際的影響呢 絕對就是有的 而且直到這一刻都沒有投票的人 只有兩種而已 第一 就是信奉特朗普那套 叫他留一張選票在當日才投的人 第二 就是一直都猶而不決那幫人 那幫人 這幫猶而不決的人 當他接收越多資訊的時候 就會越受到影響了 哈 那他一路看這些電郵門的風波 那你說那些人會怎麼想呢 所以呢 今次這些事件 對於拜登的選情呢 是極度不利的 也都可以理解了 為什麼他會選擇歸宿 因為反正他出來說 都沒有話好說 說錯多了 那些視頻啊 那些圖片啊 全部都是他的兒子 來的了 百慈莫辯啊 還說什麼呢 索性啊 躲起來吧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